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时间跟你吵架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没心情 你现在连接我电话的心情都没有了 红千金 你还把我当老婆吗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去跟那个夜小魅鬼混去了 你别以为我拿你们没有办法 你信不信我 现在就去告诉叶春儿 你去告诉叶春儿 行啊 现在你知道的事情 叶春儿全都知道 你不知道的事情 叶春儿也全都知道了 你没有办法威胁我了 你说什么 他都知道了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你听了一定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但却真有其事 这件事是我罢 也就是张大牛亲口告诉我的 什么事 叶春儿也是张大牛的亲生女儿 意思就是说 我跟叶春儿是亲姐弟 你和叶春儿是亲姐弟 红千金 你耍我玩是吧 你真以为我是白痴啊 你不是白痴 我是 我红千金是天底下最笨的白痴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 彭董事长 身手不错啊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想要钱吗 你想要多少你说 只要你们不伤害这两个女人 她们是我的亲人 亲人 亲人 是情人吗 空前金 我盯了你很久了 你的一举一动 老子了如指掌 原来你们早就顶上我了 行 不就是要钱吗 很聪明 钱我要 人我也要 你这个小情人长得不错啊 老子想跟她玩玩 把她给我带到后面去 善儿 你们要干什么 走 你们给我放开小妹 放开她 你没有多少钱我都给 放开她 空前金 你现在说了不算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放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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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哥陪你玩玩 不要过来 放开我 这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你们要做的隐秘 这可就有难度了 红钱金一财不就是你吗 所以你们要假装绑架 绑架 我可要敲红钱金一笔钱 你舍得 你们有本事拿到手 多少钱都是你 行爽快 以后黄老二跟你混 好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聂姐 出了点小意外 那个 那个叶小妹她没怀孕 你说什么 我是说叶小妹怀孕是假的 是假的 聂姐 那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按计划行动 你等等 你让我想一下 红钱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欺骗她 叶小妹这么明目张胆地假装怀孕 红钱金肯定气坏了 绝对不会再去她 没声音了 你们这些汪八蛋 你们对小妹怎么了 红钱金别激动 本来呢 我想和你的小情人好好的玩一玩 但是现在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 我相信你也感兴趣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从你的小情人怀里拿出来的 你的小情人根本就没怀孕 她骗了你 不可能 小妹怎么可能骗我 来啊 把她带过来 小妹 金金哥 对不起 红钱金 你的小情人既然没有怀孕 老子对她也不感兴趣 把她还给她 小妹 小妹 你这怎么回事 你搞什么名堂 姐 对不起 千金哥什么都没对我做过 是我喜欢她 所以假装怀孕的 你 你只是要气死我 你知道我这个人 最恨别人欺骗我了 你怎么能拿这种事情来欺骗我呢 是啊 你怎么能骗人呢 姐 对不起 千金哥 对不起 你们的事回去再说 洪董事长 现在来好好谈谈我们的事 说吧 你们要多少钱 才放了我们三个 五百万 行 你放了我 我带你们去取 爽快 但是你不能去 叫叶小妹去 也可以 小妹 你带你们去取钱 你住的地方 床下有个柜子 打开来里面有一张卡 里面刚好五百万 你过来 我给你出密码 小妹 待会儿出去来 着急我逃走 报警 听清楚了吗 密码记清楚了吗 记住了 带她走 你们两个老实点 上次在路上打我的 是不是也是你们几个 上去 上去 对不起啊 连累了你 你说的什么屁话 洪琴记 你有病吧 这个时候 你还 你还笑 亏你笑得出来 我为什么不能笑 小妹根本就没有怀孕 所以我就不用娶她了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拜托 是小妹一直在骗我好吗 我答应你娶她 是因为小妹她告诉我 她怀了我的孩子 我心里面 对她有点愧疚 你还真以为我那天 怕你那家伙捅我 所以我才答应你的吗 我不管她有没有怀孕 你必须得娶她 我凭什么听你的 就凭我是你姐 不要说这个事了 我洪琴剑爱你爱了一辈子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 去接受你是我亲姐姐的这个事情 这根本就没道理嘛 你以为我愿意呀 都是张大牛造的孽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有没有搞错呀 不管你能不能接受 这都是事实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不谈这个了 我们还是商量一下 怎么能从这儿逃出去 你得想办法解开我的绳子 我也帮着呢 我怎么帮解呀 笨蛋 你帮我用嘴呀 帮我咬开 你小声一点 别被他们听到 我是让你咬断我的绳子 你咬到我的手了 你别站着说话不要疼 要不然你来 咬我的 来 下来 删 走 走 就这儿啊 就在这儿吗 没有啊 我这儿也没有啊 你可别耍我嘛 把我们惹急了 没你好果的事 两位大哥 你们再好好找找 浅济哥说有 就肯定有的 他不会骗人的 找 接着找 你看这儿 找了 把门打开 小妹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快去救救我姐和浅济哥吧 他们被绑架了 咱们兵分两路 你去报警 我去救你姐和浅济 你一个人可以吗 快去啊 我们走 你们要干什么 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再打就把他给打死了 我告诉你 老子只想拿钱 别自找麻烦 老实点 你没事吧 死不留 冲儿 你还真别说啊 你刚刚拦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心里面还蛮感动的 你感动个屁呀 我是怕你死了 我一个人 就更跑不了了 我在想啊 小妹 她不会没逃出去吧 闭嘴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的 那我就希望小妹能够机灵点 逃出去报警 大哥 大哥 大哥这丫头太狡猾了她给跑了你说 笨蛋 钱哪都没有 没有啊 大哥这丫头可能去报警去了 大哥 你怎么办啊 走 你小子敢耍诈 兄弟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 别伤害她 她是我姐 还姐弟情深是不是 老子进来一起给你们放血 哪来的烏火婆子 妈 妈 有人吗 快来救命 姐姐 你不许死 我不要你死 姐姐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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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你没事的 你会没事的 前进 我知道你们俩的感情 我 我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说小兰 有什么事 回去说好吗 不行 我 我再不说 就没有机会了 淳儿 前进 你们俩 可以在一起 什么 因为你们俩 不是亲姐弟 秀兰 我 川儿是我的女儿 前进 也是我的儿子 他们怎么不是亲姐弟啊 川儿是你的女儿 可前进 不是你的儿子 艾伦 艾伦 才是你的儿子 是吗 证据 证据就在 我们的卧室里 在我们卧室的抽屉里 你一定要拿出来 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都看看 看看 妈 秀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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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不能怪我 那老太太跟疯了似的 人都已经死了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不是 我 我 这张卡丽还有些钱 你拿去吧 赶快带着你的弟兄们出去躲躲 如果你们要是被抓了 我也得跟着倒霉 聂姐 你放心 我就是落在警察手里 我也不可能把你给卖了 鬼才信 现在我们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所以我真心不希望你出事 赶快走吧 躲开这个风头 我会想办法再让你们回来的 好 你也接着我走了啊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